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是James,在澳洲 澳洲的香港人其實也不少,現在也多了人過去,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好 現在以我所知,James搞了一個新的平台,幫助香港人找工作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那個樂路是怎樣 你好,Simon,其實我們的平台叫做OZ 不是澳洲的,其實是紐西蘭,我們遲些應該會做的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們希望提供一些渠道或者建議給香港人 我們是希望有一個香港人去創造出來的找工作的平台 去讓香港人更容易在澳洲的 因為我們看到在未來的兩年,應該會有很多香港人來到澳洲 無論是他們回流回去,現在又決定回來,又或者是來讀書 讀完書之後想留下,因為有五年的Visa 留下的時候,又或者是回流的時候,他們都會面對到一些找工作的比較難的情況 如果移民來到澳洲,第一件事就是安頓了子女、老婆,正在上學 下一件事要想的就是要賺錢 在澳洲和香港,其實我們賺錢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在香港的履歷可以很漂亮的 不過去到澳洲,那份這麼漂亮的履歷就未必一定會用 我們All Starter有不同的志願者 有些是留在澳洲已經很久,或者是根本沒有 不專業之一歷一直在澳洲 他們在各行各業都是很有經驗的一些朋友 我們都很希望我們能夠用到我們的專業 去協助香港人能夠盡快適應到移民或者回流的生活 我想這個是All Starter的其中一個的起源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現在移民澳洲的政策是怎樣 在過去兩年,不同國家都有新的計劃 但相對於英國或者加拿大 澳洲又應該沒有這麼激烈的行動去吸納香港人 那現在最新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澳洲現在比較是 多人用的都是來讀書,讀完書之後 就有五年的簽證 一般來說都是在澳洲,西德尼,布里斯文這些大城市 其實之前因為我自己的工作關係 其實我們也請了一兩個是因為 拿著這五年的簽證而留下的學生 其他很多都是回流的移民 可能很小時候已經在那裡讀書 讀完大學了,就回港做事,做了一段時間 現在的移民政策當然沒有BNO5加1 或者是加拿大的徒生門做得這麼好 其實也不排除澳洲未來都會有更多的政策去協助 香港人可以在澳洲 不過暫時來說,這五年的簽證是出了籠了 那你們的網絡是怎樣組成的?或者是怎樣困擾不同的香港人? 大概那個dynamics是怎樣的? 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都很想幫助一些剛剛來到澳洲的香港人去解決 機緣巧合之下,我們就認識了Ostata的平台 他們就說,原來你們又很想做這件事? 那很好啊,不如我們一起合作吧 開了幾次會之後,就發覺大家的理念都非常相似 都很希望透過自己的專業 以及透過自己的知識去協助到香港人 既然是這樣,無謂搞兩個平台 於是我們就決定去加入這個Ostata的平台 去提供服務給香港人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互相幫助和互相支持的一個目的 那個具體的運作呢 譬如說,舉例如我來到澳洲去找工作 那是會有一個應用程式 要面試嗎? 你有一個應用程式給大家 還是會怎樣發生這件事? 其實Ostata是一個找工作的網站 簡單來說,就好像在香港的Jobsdb 或者在澳洲一些比較出名的網站 例如Seek、Indeed 裡面是有不同的公司 會發出一些工作在這個網站那裡 給香港人或者是一些進來網站的人 去尋找工作的 另外,我們也是有一些補充員 我們也是有一些行業訓練 以及提供的一些經驗 我們也是很希望能夠可以幫助香港人 無論是安排好 又或者是去幫他們去看一看他的履歷 又或者我們會有一些文章 甚至是教堂 我們會去跟他們分享 例如建工時候 有些什麼要注意 例如像我是人事部的 其實我見過很多編劇 也見過很多人 在這些時候,我們也希望可以 透過Allstarter這個平台 跟香港人分享 一些找工作的提示 甚至如果需要每個人 去找我們去作出協助 或者去聊天的時候 我們也是非常之願意去幫助的 明白 以你所理解 其實最容易或者最歡迎香港人的工種 在你那邊是哪些呢? 你可以說有一點點保護主義 它是保護自己畢業的人 它不是分種族的 你可以是亞洲人 可以是非洲人 可以是印度人 可以是澳洲人 如果你在本地畢業 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運工的 這是其一 其二,你剛才提到哪些工 比較容易一些 好看一下其實 現在的狀況 因為現在澳洲是 西德尼和馬爾本 因為我們有 Delta Variant 在市場 最多人做的工作 就是 送外賣 因為有些店舖是不關門的 例如超市 他們經常會聘請人 都是比較基層的工作 或者是比較吃香的 另外 一些比較多人去找的 帳戶 那些 其實都是 一直都有在的 那個市場 另外有一個市場 挺有趣的 就是我們叫做 因為澳洲政府 在醫療福利 做得很好 譬如說 如果你是去到某一個年紀 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向政府 申請一些資助 那我拿著錢 就請一個 保護者 來你家裡幫你 去陪你 譬如去買菜 煮食 和你聊天 諸如此類 可能一天三個小時 這樣才算 那這裡是一向都缺人的 醫護方面 我想大家都可以考慮 因為 我想經過了COVID之後 現在都會比較多的 醫護人手出現短缺 也是很需要人才的 在現在的情勢 你所理解 其實香港人 特別是年輕人 你找工作的難度有多少 就是多少人來到 其實找不到工作 我就做回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不能夠以偏概全 去代表所有人 我自己看到的就是 很多香港年輕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很多都想進回自己的行業 就是希望能夠做到自己 之前在香港做的事情 未必一定能夠處理得到的 有機會是 我請過是讀帳戶的 最後他是在店鋪做店長 我也請過一個 之前在某間電視台做PR 最後是在製造工人 也有做流水線工人 也有的 也有一些以前是做管理的 回到澳洲 他也能夠找回管理的工作 對我來說 你自己是 希望你能夠做回本項 以及你有多決定 你會不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幫你找到你合適的工作 因為在澳洲 很多人覺得在西方社會 是不用靠人脈關係的 其實在澳洲很靠人脈 如果你有好的人脈關係 對你找工作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你們會給那個服務 是主要在於提示 還是可以做到一些駁腳 甚至是會有一些 香港的僱主可以直接請到香港人 你覺得最有效的是哪一種 各樣都可以 我們也是在聯絡不同的 一些香港僱主 希望我們可以找到 讓他們可以給一些工作 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例如我自己會放的 我公司也會請的 另外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公司 即是獵頭公司 我也聯絡了 會在網站上 去放一些工作出來 而那些獵頭公司 兩項都有的 有些是講中文的獵頭公司 也有一些是本土的獵頭公司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比較多的分別 就不要太限制 在只有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僱主 去提供一些 做機會給我們的受眾 我們希望能夠廣闊一些 不同的項目 我們都可以涉及得到 在現在這個情況 你會預計 其實有多少香港人 都會六十過來呢? 有一個大概的數量嗎? 其實我自己沒有辦法 可以去估計得到 有多少 我只可以說 在我自己 認識的朋友圈裡面 差不多每個星期 都一定有一個半個 是來了的了 是回流 又或者是 有些原因 他要來 他要由香港 來澳洲 如果你問我 我預計 我會覺得 不會是一個小的數目 不會說 可能只有 一千幾百 這樣來 我猜是 肯定是過千的移民 會是過到澳洲 雖然 相比 一定不夠英國多 英國肯定是最多的 另外加拿大也不會少 澳洲的優勢 是因為他近 香港只差9個小時 時差最多3個小時 現在2個小時 下令時間3個小時 比較容易的是 可以跟香港的親友聯繫 比起英國和加拿大更方便 所以澳洲 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都是一個比較熱門的移民地點 都是不無原因的 你說幾千左右 其實在19年之前 都會有差不多的數量 本來的數字大概是怎樣的 這個 我們要看看 我手上沒有實際的資料 我只是可以說 在街上聽多了 我自己的區 我去買東西 我會聽多了廣東話 以前 可能一兩年前 都是普通話比較多 現在你會發覺 已經多了廣東話 你聽一聽就知道 是香港人說的廣東話 你就知道 其實 來的人 是真的 越來越多 你覺得現在 你除了給運工的意見之外 你覺得香港人 在這回合 融入澳洲 跟以前上一代的移民相比 有什麼不同? 上一代的移民 他們跟今次的相比 譬如我父母那一代 他們來到移民的時候 他們的選擇是限制的 對於我來說 他們很多都可能 真的 要被迫轉行 又或者 要做低一兩級 才能夠 可以去 維持到他們的 日常生活 現在來到未必的 因為 你來到可以 自己做生意 你可以透過網絡 尤其是互聯網 現在這麼發達 就算在這裏 你可以做香港的工作 也沒有問題 我有朋友 太太 現在一直都是 在做香港的工作 她來了澳洲 到現在為止 來了幾年 都是一直打著香港的工作 沒有問題 我覺得新一代來到的時候 不需要太過 只是想 我怎麼限制自己 一定要在澳洲找到工作 也未必一定 我們All Starter 其實 希望可以幫助 年輕人 或者來澳洲 不只是想 如何找到工作 而是去看寬一點 究竟 我們在這個 新的互聯網世代 我們怎樣去 運用 年輕人自己的優勢 可以好好地 在澳洲 設定 我們說設定的時候 當然是 融入澳洲的生活 不只是 找工作 那麼簡單 你覺得 你覺得現在香港去到這個狀態 來到這邊的人 他們通常的心態 會是怎樣 再直接一點 就是問 他們覺得 究竟是希望 徹底融入這一邊 還是有一個願景 想共獻香港 還是兩者並存 我猜兩者都有 因為在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有些 剛剛來到的 他們都說 算了 我們都是 乖乖地在澳洲 設定 不要怎樣想 再回去 況且 能否回去 都成問題 現在的紅線這麼飄移 一旦無緣無故 我入境 又被人說 我在Facebook 不知道說了什麼 抓了我 還不太糟糕了 無論如何 有些 就是希望是一個過度 有些 我之前請了一個女生 其實是 很想回香港 但是經過了一個建功的經歷之後 她見了香港一份工作 見了澳洲一份工作 她就決定留下了澳洲 她說 她在香港的經歷 不太理想 對她來說 希望她可以拿著這五年的簽證 留在澳洲 希望五年之後 她可以拿著這簽證 申請入籍 繼續留在澳洲 很多人都會覺得 澳洲相對於英國 大很多 亦都分散很多 要迎接到一個社群 又相對沒有那麼容易 當香港人都離開了 所有的朋友 陸續到來之後 你會覺得 他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保持自己的認識 但同時間 又不會讓澳洲人 覺得 你們好像唐人街 去做一些 以前上一代華人做的事情 怎樣可以 去平衡 當你說唐人街的概念 在澳洲的大城市 尤其是在西德尼 我覺得已經 不是一條唐人街 其實是 很多一些 major的地方 都有很多 亞洲人的面孔 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澳洲是一個很徹底的多元文化社會 基礎上大部分澳洲人 起碼懂得兩種 甚至三種語言 他們有自己的社區和文化 在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下 我相信 不會有出現太大的 一些我們所說 遇見的歧視狀態 反而大家都知道 原來你在香港 你是香港來的嗎? 是呀 你跟另外一些 可能真的有些不同 他們看到的 或者有些老闆知道 你在香港來的 他很開心 因為他喜歡請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很勤力 做事是做得很好的 這個也是很現實的一個情況 我自己遇到的時候 你香港人來的? 我是好呀 你香港人 老闆就會喜歡 給你多些工作 因為他覺得你相信一個 最後講到你自己 你本人來多久 還有你上次回香港是什麼時候? 四年前回香港 我1993年來澳洲 然後我2003年回香港11年 我2014年9月過來的 我過來之後 就馬上爆雨傘運動 所以我在香港經歷過SARS 反國教 23條 我也是經歷過的 我們來到之後 就馬上又遇上了 咦? 同太太也覺得 好像我來到了適合時間 然後我們沒有說 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就完全 去不理香港的消息 始終有家人 還有很多好好的朋友 都還在香港 都依然是很緊貼香港的一些消息 我自己就四年沒有回去 太太之後 都是兩年 三年沒有回到香港 你覺得 個人有什麼感受 看到香港現在? 你純粹是 四四年沒有回去 但應該有很多途徑 都會看到更新 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 很可惜的 因為 我離開之前 我自己在香港 我都在一間 大機構裡面去工作 那間機構 我很喜歡 我看見 尤其是在過去的兩年 自己的一些舊同事 我還有在聯絡 他們為了 機構裡面所發生的事 都感到很嘆息 還有 當我自己一直去追著香港的新聞的時候 其實近兩年我真的追得很緊 因為對於我來說 香港是我的故鄉 你問我 我接下來的澳洲 由人口普查 我們的原本 不是中國 我會寫香港 因為對我來說 香港是我的家鄉 我是會 很留意香港所發生的事 每一次 見到這麼多 不同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心裡 其實都會 有一些 感覺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有什麼 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 我們這班人 希望可以 凝聚在一起 就是我們很希望 能夠 藉著這個機會 去幫香港人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個互相的守望 剛才你說的只是 幫香港人找工作 但你見到現在 這個 沒有人知道的 反正 存在的紅線 會不會他已經覺得 你為什麼要幫人過來 會不會擔心 就算你做一些很 若的 或者純粹是 服務 NGO 回香港都已經會有一定的風險 你怎麼評估 我猜對我來說 我自己都 你問我 能不能回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既然 既然 願意 走這一步 出來 去協助香港人 的時候 我對我來說 覺得 沒有什麼重要得過 在這個時刻 去 互相守望 這個是重要的 那 未來 發生什麼事 沒人會知道 回不回到香港 這個是 另一回事 我暫時 不會去 評論 對我來說 就算回不了 現在 互聯網 那麼發達 你在台灣 我在澳洲 可以跟你 視像會議 聊天 我昨天 又跟一個香港的朋友 用Whatsapp 聊了一小時 我又不是太過擔心 我不能夠見到 我想見到的人 今天我們就 多謝你分享 不過每一次 跟澳洲的朋友 聊天 我都覺得 以前我們心目中 澳洲 不是一個 那麼容易移居的地方 相對於 我們以前讀書 英國和美國 澳洲 我們以前的感覺 好像 不是十分之歡迎移民 直到十年 二十年 可能是改了一些 但是以前 相對有這個印象 但是好像現在 我們發覺 以前我們的印象 都已經改變了 各地對香港的移民 其實都是挺歡迎的 這個和政府的宣傳 似乎是相反的 所以都相信 和大家的努力 是有關係的 希望香港人 在不同地方 都有一個口碑出現 這個當然 其實我也回應 是我同意的 就是 畢竟我自己 90年代已經在澳洲的時候 是有一陣子 真的不太喜歡 尤其是當年 Polynton 對 Polynton 其實我在澳洲 當時 他真的挺反華 後來 當澳洲 尤其是 過了綠克文 他們之後 更加去 靠攏回亞洲那邊 他叫自己APAC 即是亞洲洲 那時候 你會開始看到 越來越多 亞洲人 我們說的是亞洲人 就不僅是華人 華人在澳洲也很多 只有西德尼也很多 西德尼 據我記得 我看 census 五百萬人 差不多有五十萬人 是華人 華人是說中文的 可能是新加坡 馬南、馬來西亞 香港、台灣 我們都算 當然 有一個在阻緊 好的 如果大家想聯絡澳洲朋友 想找工作 你是否有網址可以展示給我們 簡單 最簡單 就是 starter 你就可以找到我們 我們未來都會有不同的 seminar 還有我們會有一些網址 給大家參考 例如在澳洲怎樣找工作 有什麼要注意 你們都可以在我們的網站可以找到 希望大家如果是要移民過來的 或者是已經在澳洲剛剛來到 如果你是想找工作 或者是想找人幫忙 我們都很歡迎你來到我們的網址 聯絡我們 我們都會盡量去作出協助 希望大家可以順利去設定 好 今天謝謝James 希望我們早有機會見到真人 謝謝你 謝謝大家努力 拜拜 拜拜 拜拜